歡迎大家收看廣英廣英廣播經 今集就唱一首歌了 唱什麼歌?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輸球 漫城又發生什麼事? 都是輸球 綁手兩隊輸球 叫做阿西奴輸球 阿西奴球未 可能那周星期六 投場可能怕怕 或者心情不太好 其實作為利入普市的市民 因為我出了去 很多老街坊都是愛華頓的球迷 每個人都知道是愛華頓球迷 每個人都趕去看比賽 很多人入場 今集真的很多人入場 因為有新領隊 入場看阿仙奴防守 所以那天的城市很亢奮 贏球之後其實是消失校長 我們稍後再說 首先回顧金周 除了兩場輸球 還有幾隊在踢球 但今天發生了一件特別大的事 就是曼城被英超捉獎 說他違規 出了一段新聞 還在審訊中 有機會懲罰他 這裏我們會在 尾段跟大家再聊一聊 這件發生的事 今天最大的題目就是這個 沒有第二樣的 另外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多點留言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馬上去到剛剛那一周的聯賽賽果 第一場頭場 星期五的早上 叫做夜球頭場 車路士 對富咸 倫敦打比 冬季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四億多 是破紀錄 是破紀錄 花了這麼多錢 但是主場對富咸 都是0比0 但是就是破紀錄的 就是破紀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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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地標戰 但是一致好評 對 他一致好評 但是因為我們都 稍後會出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他的樣貌 非常慘 大家不記得 我們轉頭馬上很快就說這場球 接著看看星期六 第一場就不用說了 是的 就說愛瑞丹就 1比0的阿斯路 然後李澤成又 驚喜 知不知道維拉多久沒有輸過球 不知道 至艾瑪莉上陣 是 都好像沒輸過 都是幾場 都是幾場的 但是那幾場是勝率最高 在艾瑪莉上場之後 是並肩住阿斯路 阿斯路得幾分 是 極接近 是 我記得看他是排第二 僅此才能得分最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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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卡索始终功力不足有些问题 因为中场大将 说不出巴西人的名字 他因为红牌停在三场 然后他的功力连带都受到影响 况且想不到对莫耶斯的韦斯涵 都只是要打祸在主场上 但是他也叫做延续了主场的不败计论 到最后 Tommy也会重点讲讲森林 说几句不要说重点讲 重点当然是说如何赢曼盛 帮助阿仙奴 帮他自己 帮不到他自己 都多的 拿三分一场半场 森林 森林我们一向都觉得是赶盘胆 我们就散了眼镜 因为有怎么猜到他今次的龙门是谁 PSG借给他的 或者我们再说 罗马欧联冠军的龙门 大家知道他是好球的 他好球的当然不用说 他的伸手只不过不够胜利 被罗马踢走完 但是他的能力从来没有人会怀疑 现在是拿了一个欧洲冠军 级别的龙门 你想想一个户籍的球队 拿了这么豪华的龙门 他也拿了上一场这场球的最一球赢 我看了一场球队 其实列斯团不是没有攻势 也有几球弹道 而他也磕死了 说真的 我相信 Hindersen好起来 没有跟欧洲冠军的龙门打 虽然36岁 龙门36岁 还可以好打 保方打了40 虽然保方大家看到有少退化 但是拿了尔斯真心还是很当打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致改变了 尤其是10月10日之后 主场是没有输过 一对护球队最重要的就是主场不败 是 就够了20多分 护球队你主场不败 好了 那我们马上去看第一场球 我做法力上0比0 我之前看了踢球 我只是看过世界杯 说真的 你没有可能看过奔菲加踢球 当然 可能有球迷看过 我没有 我们没有 我没有 但是 要说的是 只是看回地标这场球 我看了 重点看了 其实是车路士整体阵容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在前场的时候 迂回 加加查拉前方慢 还有前场 慢次 不知道走了那边 盲头乌鹰 然后两边的 虽然聂司 Wish James 是 聂司 今场复出 是叫做帮到一下 但是似乎状态都还没上去 那 左边 梅里迪 梅里迪 半场就换走了 还有太新 是的 因为同一时间 他花了这么多钱 其实跟森林上半季有些类似的影子 森林是换了二十多人 是 其实车路士也有十几个 是 有没有出光 就不是完全出光 但是始终 大部分都是英超的新兵 嗯 英超不是那么容易落地就适应到 是 事实是 体力化 英国也是 我落地也未适应到 这个也是 是的 那我们移民节目就要说 是的 是的 其实他也见到公价 拿球 万捷 他给左真奴优胜的是什么 他有很 他有创造力 他的球是向前的 很狠毒的直线 是的 他有一球给他前面的单刀球 夏帕斯的单刀球 我也很记得 那球真的很漂亮 但是可惜 前场始终车路士金桂决是一个杀手 嗯 他就没有了 所以前面也很迂回 很多次都没有 不知为什么 去到旁边斩球 都是要搞到中间 不知做什么 太迂回了 即扑达 就是扑达的球 但是扑达 也是那一句 尤其是需要时间去经营 尤其是 突然抱着一手 每个都几千万的牌 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管理 最便宜的都三千 是的 最便宜的三千 而且他也要清 他也要清一些人 而且他要将他的战术理念 他慢慢地 告诉他现在新的球员 其实是挺难的 因为不是说一个两个的新球员来到 而且他本身 他自己在车路士都是新的 他也是新的 不是暑假接手 是叫做贵初 贵初接手 我觉得 我觉得要给多时间破达 就是我觉得 还有其实我对车仔 那个 即将来 或者下跪 其实我都觉得他是有点了 有东西看的 因为他买一些人是真是厉害的 拿着这样的阵容 都没有了解到 不会的 如果拿着这样的阵 都没有了解到 就是另一堆问题 真的说得出另一堆问题 是的 但是 下跪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会上来 就是 我们等一下也有说 楼价值也一定会来 是的 就是有钱的人也会来 是的 那曼联也正在来 是的 就算Tommy经常说 他夺标不羡 后想夺冠不羡 今季也不知道是否 是的 但是事实 调整好了 叫做 我们等一下再说 但是车路士 现在 还需要时间去沉淀 適应 但是 普遍我相信都不用我们说 大家团迷都应该会 挺肯定 我不知道 因为我有时都看车路士群组的留言 其他部分 就是 大家车路士 特别是上半季 车路士都很多软声在道 特别是 保利收购车路士之后 各样东西 大家可能 作为车路士球迷 这些车路士可能对自己 对球有点灰 冬摇 是的 但是其实我作为其他球迷去看 其实应该都会觉得自己幸福 因为有个肯花钱的老板 至少这个人买了回来 只要他真的 你当他 就算他不识球 也好 他肯给钱的话 他终有一天都会识球 他终有一天都会找到 那对的人去教这对球 以及找到那对的管理层 各样东西 我觉得最重要 至少你看到老板肯花钱 那些人会说 哇 保利是傻的 拍他笑他 其实反过来 我不会这么看 如果我是车路士 如果我是车路士 我至少 买我对球的老板 是真的想搞活对球 他真的扔够钱 你不要理他用什么才技 不要理其他球迷笑他 哇 又做水鱼了 有钱怕什么 做水鱼我就是有钱 对不对 谁不想买安数 下年他就订一亿 买了迪力怀斯 你真是疯了 但他很厉害的就是 他不请球探 然后那些Football导致又不请 他只有一件事 阿斯陆看了谁我买 是 那件事 他不是省了这笔钱 他省了这笔钱 他请球探这笔钱很贵 直接就是阿斯陆要谁我买 那件事多好做 其实他有多少天特意打击你们 他真的放弃了 我不做工作 我有多少钱 阿斯陆要谁我我要 那就是了 暂时今年是这样 那车路士就真的 今季不要看了 你本来也不要看了 下季才看 不是啊 其实下半季我都会看车路士 就是看这对球 他会不会上到多少呢 会不会去到前七呢 因为我其实我不觉得 他拿着这样的阵容 你下半季那段时间 都会一直失分 康达在访问上说 是 他是要前四的 他要前四 他说他能踢到前四 他说他的阵容 不会不是前四 嗯 所以真的看一下车路士 下半季 而他差十九多分 我都不知道他 他凭什么那来的自信 就是好像这样 他说银包总涨了 我有多少钱 他拿着这些手兵 其实如果我是车路士 其实我自己都会挺有 也不用说是否是车路士 领队自己都不害怕 那当然他曾经 只不过是对他失望 是因为他带来了九场的不败 是 接着就寻到现在 是 其实他找我 因为他今季车路士 是太短暂了 一开球 我说好像OK 不是 也不是OK 接着一带了OK OK完之后又跌回 是 所以 anyway 就是要看了 究竟扑达 握白蕾顿 玩了很多年 是 是一回事 当然有料到 但如果短时间 是 就一回事 而且他都未试过打 欧洲赛 他好像有打 我不确定有没有打欧巴 对不起 但欧果肯定没有 而且始终一个 窮小子 去到附加的门体 是 里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不是那么容易 是 是 都要再看看我们 好了 另一场就是 SINGALRO 透唱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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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叫做 搬离 我是华顿 是啊 其实说真的 请得大致 大家都知道队波会是什么打法 因为我和很多本地人都聊了 计关于这场 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换了之后 踢出战术 那当然 大致 我不敢说一定是比林伐特好 至少看这场球 他很简单 我突然说不到 入球的后卫是哪个 叫什么名字 托哥 托哥司机 就是搬离救部 没错 没错 我记得是刚刚今季才转到外华顿 前四季 至少都是打搬离 所以他跟过大致 但是他在搬离的时候 在搬离的队球 他的数据 或者他的质素 都是比其他英超球队 是清雷 其实是有人争的 他是托哥司机 还有 不论 其实 外华顿 根据外华顿的球马不知 其实有三个搬离救部 所以就无逢之法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一场当然了 外华顿有一段时间 五、六集节目之前 突然间外华顿是中兴 是 靠防守 是 跟李思诚成一样 那段时间靠防守上来 是 其实本身 外华顿球员的质素 是有的 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水于如满 或者真的 在十八十九位的球队 只不过现在换回一个 简单 简单 直接 还有就是 传统英式的踢法 其实是很黑 哥迪奥娜也好 就是 全空的足球 不是 应该这么说 因为其实 其实外华顿是放弃了中场 他根本不需要 有三个黑人做 即是教育机 即是安娜娜 然后就是 哇 这三个中场 三个体力的中场 然后再加 就是 阿斯陆的旧部是谁 伊沃比 伊沃比 基本上就是 冲击了阿斯陆的防战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 其实阿斯陆的 今世界盃回到来之后 得益于 我想是尼吉迪亚的突然爆发 但其实有些问题 显现了出来就是什么呢 显现了耶稣不在的时候 在左边的进攻犯素 是很单调 你会看到左边 因为伸振高 基本上他是不会做达马助攻的 去到中场战前面 他就收回到中间 跟沙卡一起守住中路 只剩下马天尼尼 一个单打独斗 全部就走 落底 他基本上 左路是废了 但之前有 摘西斯耶稣在前线 他基本上就会很多时候 跟马天尼尼做左边的配合 但现在因为左边废了 中路的下半场已经被人换走了 右边沙卡 右边沙卡 他自己 现在每个人看着沙卡 起码有两个球员看着沙卡 你是很难有一个 很容易很发挥得到 左右两边 其实阿斯路现在 其实是有些 被人看穿了 我觉得打完 上半版二十场之后 其实大家都知道 阿斯路的进攻的传言就是 左右两边 马天尼尼和沙卡 如果他们两个被人柬制住 中间 他收到 地球员 Space 基本上 大家要求别人 除处表現得對 5000 众 LO ж, 指现的 代替耶稣 但他切裁不了 但是他做不到mal작 或者跟前線三個做了很多的化學 所以現在前線就啞了火 後面又被人看通了 中場被人看通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在阿迪達 都是有點頭痛 而且我嫌許換人是換得差的 我記得今集的主題曲 本來就不是發生過什麼事 是什麼呢? 搬尼從來不現 怎麼會不記得這首歌呢? 我想再說說 首先戴字 其實戴隊對搬尼他之前是 對阿仙奴14傳球 只是贏過一次 其實本來始終是搬尼的人腳問題 另外他這次在俄羅頓升級 所有的兵器中場 嘩 達哥爾 奧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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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快 搶段 頭場 什麼都有這個強勁 很厲害 真的厲害 還有就是本來 其實上一季 俄羅頓差 或者呼吸普收入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前一季的神射手 他前一季是上半版的 為什麼呢? 卡佛洛雲 上一季重傷 今季出來之後 林伯特不懂用 因為有球評的網站 有出過圖 也有其他頁面 有出過的 林伯特用卡佛洛雲 擺在他的中場 搬來 即是戴字 用卡佛洛雲 很簡單 用高大的支點前鋒 放在前鋒 真的 做英式前鋒 做英式的東西就夠了 放在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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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跑又或埋門 卡佛洛雲埋門那個 是很OK的 是很OK的 你只要放在前鋒 其實你當它是MK 即是你當它是 量產型 如果說高大的話 量產型的夏蘭達 是 真的 量產型的夏蘭達 在英超我覺得 以資點來說 卡佛洛雲是第一個 放進去 做最簡單的事情 埋門一句 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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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因為其實 我敢說 其實從來沒有人說過阿仙奴的後衛 是會很頂得的形容 你不會形容 阿仙奴的後衛 我頭脫很好 我頂了 其實不是的 是OK 但如果對著這些 真的以頭脫為主的球隊 真的會出現 這樣說 如果阿仙奴 一路以往的忠敬 我覺得蘇金堡以後 四大長老子 你別說 蘇金堡以後 其實都是偏柔弱的 特特老師 尤其是出名的 就算你 戈斯伊尼 戈斯伊尼 你都是偏柔弱的一個中堅 他不是不頂得 或者不是不夠高大 但他真的是偏柔弱 就算你現在 你說我們現在 兩個中堅 加比伊和薩尼巴 我覺得他都不是夠硬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不是打開英式那種 至少你 角球裏面 互相推撞 他們都覺得 都是弱一點 都是弱一點 始終可能是 腳法好一點點 的人 就可能沒有那麼衝撞 我不知道 我會講有個 正如這個是 我開始看巴西阿偉 但是迪阿高斯說 你不是在那邊 迪阿高斯說 有腳法又硬性 你認真的 這個真的不能爭 我都覺得他34才會 應超 他之前踢什麼 發甲 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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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得非常好 世界盃打得非常好 大家都不需要質疑他的質素 但他是巴西後衛 你怎麼猜到 他這麼冷靜 是頂了 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是 可以 不可以完全是南美洲 或者巴西後衛 這場球 我想都給了其他十八隊 不算是阿仙奴 十九隊 不是 十九 愛華頓演示了 扣了兩隊 十八隊 演示了 其實應該怎樣對阿仙奴 其實因為 怎樣對曼城 踢法一樣 所謂穿過中場 不要穿過球 經過中場 就在兩邊衝上去 或者不要經過中間 去衝散阿仙奴 其實這場球 簡直令我喚醒了一個記憶 因為在前一季 就是班尼打得很好 衝散上上半板的那一季 其實有一場對曼城 是令我好經驗的 就是因為 首先 班尼的鐵血防守 其實就算 再加上主場 是很屈肌的 其實是很屈肌的 還有 重點就是 因為打得太簡單 足球 行得快 衝得快 還有班尼以前有手榴彈 有超強的手榴彈 你只要被他扔出球 他扔進來 根本曼城的後衛 都是技術型 完全不可受 因為他只是做一件事 我很記得有一場球 是下半場45分鐘 班尼只是做一件事 將球不斷向前打 曼城是完全只能捱打 是嗎 是啊 打得很快 因為長球很快 你會害怕 每一下他們出球 你都會覺得他一定能頂到你 對 因為愛華頓還有一場主場對曼城 我想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阿仙奴 演示了阿仙奴的弱點 其實我覺得 今場球 亞迪達去換人 因為他換了佐真駱 出來 我換了出來輸球 其實第一 不關佐東駱事 但我覺得 如果給我 我就不會這樣換 因為你左路斷了 左路斷了 是源於新真高 他沒有落底 去幫馬天尼來 如果是的話 要不就換太奧尼 放他落底 要不就叫新真高 落底 要不就要把沙卡換走 換托沙 因為托沙是可以 和人打配合的前鋒 反擊 對的翼 當然他把托沙換到馬天尼來 托沙 他已經在左邊做了一些 他的出球 有起腳射的球 但其實你要多一個人配合 因為後來之後 你見到阿迪達指示了沙卡 他都落底去出球 幫托沙 去打 即是二打一 打回左路 如果接下來 我相信很多球隊 對著阿仙圖 都會手死左右兩邊的話 其實他要多一些人去配合 特別是在馬天尼那邊 我個人覺得 另外 剛才還有想說的 就是 你都帶出了 因為我一直都有說過 我都跟你聊天 幾次都說 其實阿迪達 很多人會爭押 究竟他是雲家圖 還是哥德諾 我自己就覺得 他的打法 帶隊的打法 封架 真的很哥德諾 因為兩個都很領隊 用的戰術可能差不多 當然有石米的變化 所以我也都認同 剛才他說 對曼城怎麼打 就是對阿仙圖怎麼打 所以我更加看到 就是 封鎖著迪布里 封鎖曼城 封鎖著奧迪加特 我覺得封鎖了阿仙圖 壓制著他 出比賽 控制 那個重心 我自己看到這場 因為說真的 奧迪加特 的體力 或者那個 踢法 你都不可能跟絞育機去砌 因為他這次是完整的絞育機 不是 他不是一個絞育機 他是三個絞育機 是啊 還要那三個絞育機 本身有一個 已經是瘋了 他是三個同樣風格 你不要理他技術高不高 他只是跑得快 腳長 硬正 頂了 夠的了 是啊 他中場不想跟你控球 但是你也過不了他 就夠了 自己踢過波子 對爛仔波特別難打 好像我那些好技術 還要提一提 其實達哥亞和奧拉拉 不是完全沒有技術 奧拉拉 有頭頭腿 有頭腳 是打到的 是有機會的 是 他不是 還有他有一下 在中圈 我也看了兩次 他中間是斯丹轉身 是 他不是那麼普通的一個絞育機 不是 你踢得英超 以及現在 就是中場 即現在英超踢得正選 你怎麼都有些技術 是 就算你防守中場 你不會太頑皮 因為說真的 很多防守中場 可能就是硬 說真的 熱刺的防守中場 是 賀自比 然後 再到 不是曼城 從前來 是 這一下數不到 其實英超 其他幾隊 中游球隊 或中上游球隊 的防守中場 都未必 每次都斯丹轉身 是 所以我會說 其實奧拉拉 不是那麼單純 是 單純的交際 因為他 都是今年重金 買回來 都是一個重點隱瞞 所以我覺得 外華盾 如果經大致打 首先我覺得 他一個護級專家 打一隊升級版的搬尼 去做搬尼做的事情 是 很舊 是 肯定就不會下降 雖然 愛華盾 是唯一 20隊英超 唯一一隊冬季 是沒有增兵的球隊 但是打完這場球 對著主場 對榜山阿斯奧 拿了三分 我想愛華盾 球迷對他 今屆留在英超 都有多些信心 我又不覺得他 一定留在英超 始終現在看分數 他還在17分 我印象之中 是 即是即分補助 最重要的是 始終他找到一個領隊 阿拉頓重建他 護級的希望 我覺得是已經 護級成功 不會吧 我們即分補助 好 馬上去下一場 就是 垃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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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高普都生氣 每一刻都生氣 不是 高普是2023年裏 長長都是這表情 還有一個 對不住 長長說對不起 因為今場球 為什麼要突然這樣 一比零 那球 首先是很快 太早輸 而是 不應該輸 振高 對 馬蒂布也振高 所以他就振了罪 第二球 他就真的罵了 跑掉了 是 是 是空了 是 是 是 為什麼沒有人被控制 是空了 是自己這麼拘捕 是 你看後面有米 知道其實 其實已經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到第三球 到最後 第三球 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地下哥已經沒有力追了 是眼神防守 就要回頭 中場 現在發奔奴不用 是 用年輕人 其實 青分上來那個 已經踢得很好 但是 始終 他是一個年輕人 是 即是他十八歲 是 要他這個時候 和你救亡打完 是 所以 你說對球 當然 當然 又會帶回去 很多人不夠用 雙兵等 都不用再說 其實 他 現在這一刻 是前場 不夠人用 因為 說真的 除了紐尼斯 除了加布 除了沙拉 沒有了 但是這三個很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 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有其他球迷都知道 沙拉 他見了PSC管理層之後 你竟然高興 是 想他離開 是 即是我不代表 全部人自己見 我也不代表 任何人自己見 但是我自己看到 開始 大家不會再說 沙拉 不可以動 不是 因為 其實是看到的 因為 始終他年紀大 三十歲之後 你遇到這個球員走下球 但是 而且他要一個高薪俗弱 大家都覺得 這個 不要給他 是啊 但不是代表沙拉 他現在 在英超裡面 他仍然是一個對定級 很威脅 很威脅的射手 我現在所說 就是 你們前面的三個 你擺出來的三個名字 即是家寶 我覺得就算 暫時放在馬邊 現在他將會是 007 那將會是 六場 六場就是006 下場再是 零助攻 零入球就是007 但是你想想 紐尼斯 雖然我都說 他不會是水貨 因為他有速度 他左右腳射得 他有球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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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是差點運 不是差點運 或者 他不是沒有入球 他入了球 只不過是不夠多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利物浦 不是那麼低迷的話 他的入球 他的 今季在利物浦的表現 他不會被人放大得那麼厲害 因為你正在贏球 你又入球 你就不會被人放大得那麼厲害 但是正正利物浦 現在經歷 我相信都算是 近幾年的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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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高普的樣子 你只是 我很少看到高普的樣子 是這麼沒有光芒 因為他都已經 他賽後記者會自己都說 I can't explain 因為 說真的 其實有其他球評家 這裡的本地記者 都有說 其實 其實是看得出 球員沒有心跳 這個士氣太低 還有 因為 說 將從前的奪冠 正選的人 現在 打得落後備 你都數到 現在 前線 用緊如之兵 但是可惜的問題就是 我也跟你說過 沙拉其實不是一個殺手 沙拉需要大量機會供應 從前利物浦的中場 當然可以供應到 今年 沒有可能做到 還有 其實他失敗機會的次數 是 比紐尼斯更差 當然 不是說兩個都錯 也有人說過 沙拉現在還有一些助攻 譬如上一場助攻藝路 是 他還有荃陽力 但是 正如 但這一刻 這麼低的情況 我們需要入球 需要一個殺手 是 因為你再做機會 你就是我們最後 想你 拿機會入球 你還去做機會 那誰去入球 這就出現了問題 然後 紐尼斯也是做機會 前一場 沒有出紐尼斯 大家就知道 連紐尼斯唯一一個高速 射要 壓制的都沒有 是 攻勢都沒有 是 因為加普很明顯不是那種 是 不是那種 但是加普是很勤力的球員 他現在做到的是什麼 他嘗試 因為其實高普都試著他 放在左邊 因為他不是一個打逆風的人才 放在他打中間 他又做不到廢明爐的事情 因為廢明爐不是一個這麼容易可以複製的 不是 他本身打中間的 譬如叫做正前鋒的球員 你要拿到球 做到球 接著你就要背身拿到球 又轉身 其實在英超裡面是很難 或者現在你打職業足球裡面 你要背身拿到球之後 轉身這個動作 其實你要學很多東西才做到 那加普 如果你打開逆風 譬如以前的 譬如和康特 和康特 經常都說想 都說想在正前鋒 但是他是做不到 為什麼一定要打逆風 因為他在正前鋒的話 他拿完球之後 要轉身向前 是很難的 你逆風你 你左右兩邊逆風你左右兩邊推 你都是一邊來襲你而已 但是你打正中鋒的話 其實是四風八面都有人來襲你 其實打正中鋒是最難的 為什麼最貴就是前鋒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你要一個新加盟的球員 就是你放他下去 廢明路除了集線 追球防灑 入球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串連 他帶動串連 你要一個新加盟的球員 他前線帶動進攻 其實事情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場其實廢了 整個中場也廢了 你都不能說 所以我覺得 為何現在分裂了 我都跟你說 因為有些球迷就開始認知到 其實 過往幾年 你之前跟我說 因為 對冠軍級的球隊 四線爭冠的球隊 期望很高 是 球迷未接受到 自己今季會跌下來 是 我上一集都說了一句 我不要求今年去到歐冠位 我只要踏歐洲賽 我覺得上面只差3分 是 甚至乎你覺得 比較悲觀一點 差6分 是 兩場球 是不是16場球追不到呢 不是的 我們又18場 是 我覺得18場球追6分 是 不會追不到 那只不過究竟他多久要調整得到呢 因為我覺得寧願是這樣 歐冠對王馬南出馬局 是 本身都不能打 是 就算你過到王馬 你都僑倖過到王馬 走得不遠 走得不遠 既然是這樣 就推倒重來 早點出局 早點出局 專心你聯賽差多少分 得多少分 好過 因為今年的杯賽都出了 其實你歐聯 你不會拿 我敢說拿不到冠軍 沒有可能拿冠軍 今年 我一撞完 你看看他的樣子 怎麼拿冠軍 真的 沒有幻想這件事 從來高普一向都很推動 團結到球隊 多士氣 但今年利物浦是嚴重地 沒有士氣 是 出了事 那 即 其實大家都看到 大換血 一定要大換血 等季尾我們 等季尾我們做個特輯 這個一定 再說你老婆 都不用說你老婆 我們一定會去做公結 看你贏不贏到冠軍 是 然後看看我們 做得多壞 是 還有看看萬成會不會被罰了 攬炒 又看看萬聯會不會後想奪冠 或者拿個杯子 好 下一場 下一場 當然是萬聯奪冠不是夢 現在Tommy最厲害的口號 一定要 萬聯後想奪冠不是夢 萬聯後想奪冠不是夢 其實這場球 沒有什麼亮點 因為贏水晶公 2比1 還有主場 預算他贏了 但是唯一有個小知節就是卡斯米露洪馬出場 又有一個疑似叉鏡 坊間大家都說他不是叉鏡 有其他有鏡頭真的事實拍到他不是真的叉鏡 之後又抱有笑 又抱有笑 是的 但是他做了這個動作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他出場 被人說出場 他自己都沒有很大的爭拗 就是和尤正說 我沒有叉鏡 我不是什麼 他又沒有 他安然地接受這個出場 我看到他 因為那一刻 其實大型爭執 他也知道沒有什麼爭拗 但是 我認同坦克最賽後說的話 是 卡斯米露應該幹出場 是 那對面隊那些 是 大家一起打架 為何只是我的隊 他沒有維護自己的隊 是 他只是覺得 即是他講得很清楚 是 條線 是 麻煩清晰一點 是 你罰了我一個打架 那對面那個打人的 為什麼你罰呢 賽會之後也有說 是應該要罰的 是 還有沒有罰就沒有罰 是 那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幸好 有很多萬聯球迷說了 卡斯米露停賽 都是對列斯聯 是 兩場對列斯聯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因為現在的 即是很快 踢三周 其實不是等三個禮拜 因為他下個禮拜 連續兩場 連續兩場 就是聯賽 很快就 停完出來 以及對列斯聯 基本上都不會太過影響 不過你要看回 其實 萬聯 是 冬季臨尾 亞歷神受傷 他被沙比沙 借了白人的沙比沙 回來 他今場有踢球 其實踢了幾分鐘 十分鐘不到 其實是OK的 踢過草皮 是的 看得到是有變現 但是 萬聯的隱憂就是 他現在很硬挖 就是這三個中場 其實 施朗之亂之後 將萬聯帶起的 卡斯米露 亞歷神 和菲林彬 當然 你還有華書福 帶起了整個萬聯 其實最主要是這幾個球員 你看回其他 萬聯其他球員 譬如 就算是新組也好 就算是世界盃加操 現在說出回來 但是 領隊的球員 可能說給他一些信心 但是其實他還沒做到 沒有 一億買回來的 就是安東尼 其實你今場裡面 為什麼 辣著水晶弓呢 就是因為他又玩東西 他又想花式個人 就是在贏2比0的時候 他又很想去表現自己的 球技 是的 當然 如果你這樣去挑撥人的時候 其實就引致到 當然你不可以賴 因為 有 就是不可以賴 喂 你鬼叫你安東尼 就是這樣 而令到卡斯米露 紅牌 卡斯米露是自己抵死的 他自己 如果他們的萬聯球員 有什麼衝撞 但如果不是因為 安東尼 他做到這些動作 或者他這樣挑釁 就是水晶弓的球員 其實就不會出現到 一個這樣的打交場面 我覺得呢 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是 足球明明是一個表演的項目 其實不是那個項目 其實我們本來看它是娛樂 是一個娛樂 是應該有球技 那什麼時候開始 表演球技是不行的呢 不是 其實表演球技是可以的 但其實因為他做的那樣東西 是因為他領先2比0 其實你正常那邊 譬如你以前 你斯丹丁轉身 你不是在贏球 我玩你那種 那種挑釁 你明白 就是等於安東尼那種 踢一下踢一下腳 就是好像少林足球大師兄 踢一下踢一下 那種 例如720度轉身 那 不是720度的腳傻而已 不是 你是引証到 他這個人 他那種表演 跟你說 喂大哥 以前看細哨 他那種個人技術 你不會覺得他挑釁你 是 你真的覺得很厲害 你明白嗎 其實我覺得是江湖地位問題 無端端 剛才你在我面前 過人 你也打什麼他 大哥 你也打7句 你不是怎樣 你不是他樣子又串 你不是他過完你 你就自註 你只想打他 你幹什麼 他個人是活該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不覺得表演球技是錯的 對 對 不過認同的就是 他在不適當的時候做了 因為說真的 你拍了2比0 又可以 如果最後一分鐘 其實你要看回 別人做那種 例如施丹直鑽身 或者 朗瓦地努個人的技術 其實你是做了絕對的優勢 而他做了一些 譬如 施丹直鑽身 可以調到漂亮的球 是美觀實用並做 是的 他是沒有的 你明白嗎 他是花巧 他就是出了花巧 其實他只是表演自己 然後去羞辱別人 這件事 就是很大的發言 為什麼 人家做完施丹直鑽身 就是施丹直鑽身 或者你說朗瓦地努也好 你說朗瓦地努也好 斯朗也是 是不是 為什麼人家不會引起這種功憤呢 你就要想想反省一下 不是說你表演不行 你明白嗎 你要看看你自己怎樣表演 因為從前 斯朗瓦很差的時候 那些褲隊發球員 都拆掉了沒有人去 是的 是 你安登尼自轉七百二都沒有人來 是的 但你就不要搞人家 是的 萬聯講完 其實長球就贏了 後想奪冠 最近 後想奪冠 後想奪冠 怕不怕 我們下去看看相差多遠 待會再講 萬聯後想奪冠 都不是夢 而且現在是英超唯一一隊 在衝進四冠的球隊 希望他繼續衝下去 其實他都入到 他現在聯賽盃去到跟柳卡索爭 就是決賽 就是爭冠軍 爭冠軍 是爭冠軍 是爭冠軍 他有機會拿那隻盃 對柳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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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稱先萬聯少少 我個人 我個人是稱先萬聯少少 因為他始終 他的中場線 和他的華書複雜了 我自己稱萬聯少少 但是我支持柳卡索 我反而稱先柳卡索 是嗎 因為柳卡索其實 防守好 未見底 是 因為他的進攻武器 不知道為什麼雙下停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選到 即是伊莎克 是 其實他和巴西中場 剛才我們說過 班奧 古美尼斯 是 不記得怎麼逆 其實他們幾個中場都很好 其實不要看少他的中場線 是 說真的 他的防守比進攻好 我覺得和巴西的機會會比較大 是 我會覺得這樣 我不見得萬聯可以攻入柳卡索 不是 萬聯有些 一向都有些什麼運 加上 每次他有新稅上來 都拿一隻小杯 柳卡索也有新稅 不是 萬聯的新稅 上來都拿一隻小杯 他現在換稅之前 都有那個杯 換完杯之後就可以了 即是他們的領隊 費格信之後 拿完杯之後就可以了 除了莫耶斯沒有好杯之外 因為莫耶斯沒有機會 是 不公平 另外最後一場 我們要講的是 萬成 萬成 是 輸不疑似 其實萬成是連續四季 作客疑似 都是失分 是輸波而回 是輸波而回 亦都令到萬成就不能夠在今週拉近 縮短距離 所以萬成就不是重點 而是我們說Hurry Khan 是的 Hurry Khan就破紀錄 200球 267場200球 是的 現在是英超第三位 但熱刺已經是歷史第一 熱刺 還會不斷破紀錄 是的 他還要比舒里亞更快 拿200球 是的 而且他只差60球 其實他還有時間 是 31 31嗎 31 其實他起碼有34 是 其實34 除了一年入十幾球 他一定有 所以想不到 我可以親眼見到 舒里亞這個恐怖的入球紀錄 快來被人破 是的 這裏要再講一講 也要講一講 夏蘭特 因為其實夏蘭特 今屆 他作客 車路士作客 熱刺 作客 曼聯 都是沒有補入的 我不印象之中 他對利物浦 多好似 是不是作客對了利物浦 作客對了利物浦 對了利物浦 都沒有補入的 總之他對 跟著 再加上 阿斯陸上場獄總盃 對著 阿斯陸作客 就是萬成 其實夏蘭特 都是沒有補入的 其實你現在看看 要守夏蘭特 其實幾對迫色 他都懂得點手 夏蘭特的優缺點 其實他的優缺點 其實都很明顯 他的缺點 其實基本上 他真的做一個很英式的前鋒 或者很傳統的前鋒 就是做串連 他不跟密巴比 他不跟以前的前鋒 甚至不跟奧巴美揚 甚至跟亨利那些 他腳下有腳法可以單打獨鬥 他不可以 他真的要有人做機會給他 而他的把握力是非常之強 他的走位和把握力都很強 他的優點就是這樣 他碰球不需要多 他碰球 基本上他不會拿球 他只會把球彈走 給其他隊友 跟他做撞場 正正因為這樣 你第一腳給他 其實只要一個人貼身攔截他 他做這個球 都已經很困難 就可以減低了他的威脅 就是我上場 入場看阿仕奴的踢法就是這樣 我想說的是 其實不是有人錄到夏蘭特 正如剛才對阿仕奴的點評 我跟他一樣 其實也是壓制了他的進攻中場 沒有人派牌 或者沒有人傳球 因為今場曼城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用加拉查 不是加拉查 不是加拉查 是隔離樹 是隔離樹 隔離樹也是拖得球很慢 還有隔離樹帶球 今場夏蘭特有阿伯利斯 其實阿伯利斯有攻門 但是因為夏蘭特已經在最前面 他有一個射風 他自己的定位也不知道定位在哪裡 他兩腳射門 我記得兩腳到三腳射門 我記得兩腳到三腳射門 有一球很近 但始終是遠射 遠射難度 遠射難度也不會夠 禁區內把握力高 而曼城的兩翼側擊 因為中場中間的癱瘓 兩邊也不太落底 因為如果落底出了球 夏蘭特很有機會 是 簡捨落借給他 對 還有馬列斯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隔離樹有影響他 他又帶了球 他又不出球 他又硬力打到中間 然後整人都塞在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場是 進攻的節奏 戰術 各樣東西 都是被熱刺 類似想用絞肉機 當然他沒有外華盾 那麼絞肉 但是他明顯 要打贏曼城和阿仙奴 現在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壓制中場 前鋒可以擁有你 不要緊 因為你傳不到球 你只要傳不到球 你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是特地的戰術布置成功 第二 可能真的熱刺對曼城主場 打高半輩 因為 他最擅長的 就是打這些 壓制 防守反擊 但是這場 其實 入球的球 其實是 我記得是 第二球 因為中場 賀智被搶斷了 然後打橫傳給他 Harrie Kane在禁止 他全空了 因為又是中場搶斷 是逼得脫掉 所以 其實只要壓迫 曼城的中場 和阿仙奴的進攻中場 壓到他後面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 打贏這兩隊球的其中一個方法 是 這場熱刺也是成功的 之後 其實 你也知道 熱刺入完一球 乾地的壞事 都是不太攻 所以其實 都是很膠著的 再加上曼城沒有力攻 不知道為什麼這場真的很差 因為 夏蘭特 這場的禁區 沒有碰過球 已經證實了 為什麼會進不了球 所以這場球的亮點 其實 就是戰術成功 也沒有特別大的亮點 不是 這場的亮點就是 阿仙奴可以為熱刺 多謝勝熱刺 多謝勝熱刺 然後 我們講完這場球 今天 傻傳英國最大的主題 是這個 真的 英超賽會 今天出了一個 調查了 091年 賽季到 17到18 賽季裡面 就是 曼城的財務 FFP 其實就是 違反FFP 調查裡面 就說過 沒有公佈到 領隊和球員的薪酬 然後 英超 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 曼城 就說曼城 也不合作地 不提供一些正確的資料 現在提出正式的起訴 如果呢 就等曼城上訴 或者曼城 可能再 批評 不知道什麼 上訴什麼 這裡要講 首先 他面臨著超過100條罪 是 100條罪 用四年去調查 他 由 剛才 Tommy所說的時間線 超過100條罪 是 那麼 重點還有就是 因為英超賽會的規定 是 沒得上訴的 是 沒得上訴去 歐洲或者 國際的仲裁委員會 所以曼城這件事 根據 著名的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對不起 對泰晤士報的記者 即是說足球 或者財務的記者 說 其實是釘硬的 是 只不過究竟 怎樣罰法 因為100條罪 你怎樣也打不掉 是 你怎樣也中 況且 他只是沒有公佈到 哥特歐拿幾千人工 是 還有 贊助商怎樣入帳 他也有說 也不是說 究竟買賣球員 而是 他怎樣收入 都不是很釐清的情況下 是 其實都很嚴重 現在大家有 即是 當然 他又 這個案子 就不跟祖雲達斯一樣 有些人說 可能扣了分 付錢就搞定 那如果付錢搞定 祖雲達斯就付錢搞定 這件事就不太簡單 是 如果FFP 是罰款解決得到 就不會有這條條例 就不會有這個委員會 所以我自己真的覺得 不會是罰錢 或是單純的扣分 就可以解決 當然 分是應該會扣的 但怎樣扣 法律呢 因為扣多少 怎樣扣 其實都很影響整個英超委會執委 甚至最嚴重的是 英超委員會 曼城是付這麼多錢 進去這隊球隊裏面 其實某程度上 令到英超都在海外裏面 收到更多的轉目收入 其實 就雙元雙 其實 英超賽會 都希望多球 即英超 那些球隊是多些投資的 令到聯賽更加好看 更加激烈 所以我覺得 你說要 張曼城 甚至打下去 英冠 甚至除去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會的 那一定是會有些罰則 以及一些規例 令到他接下來的轉會 或者使用錢 叫做綁手綁手 他應該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覺得 很推斷 大家猜 大家猜 因為 以往其他案例 都是說 禁煩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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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一百條罪 我不知道怎麼判 我不知道要禁煩 不 一百條罪 我覺得是 綜合來判的 就是判最重的那條 對不對 就是 我覺得他不會 逐條逐條判你 就像祖雲達斯 一樣 不是 祖雲達斯 意教那邊 就想搞死祖雲達斯 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 英超 我想對曼城 扣分 究竟是今季扣分 還是下季扣分 還是追溯到之前扣分 令到連聯賽冠軍都沒有呢 這個就 我猜最嚴重的 可能是 幾個賽季都扣了分 還是 遞結了 對上那五次的聯賽冠軍 每季扣他五分 可能都沒有了兩個 我不肯定 至少沒有了一百一九 對 難道還禮物寶一個冠軍 難道還禮物寶一個冠軍 其實沒有說要不要還冠軍 因為說真的 在比賽的公平性上 是大家常常常打的 對 所以 我覺得 過了他的話 應該不會扣分 遞奪了一個應取冠軍 我覺得 對 就算如果 例如你利物寶球迷 你現在 即使真的遞奪了他 你是那一屆冠軍 你也不會慶祝的 都不會慶祝 對 因為沒有意思 因為過了就過了 反而你說 會不會今季扣他分 甚至乎 其實我今季 都不會扣他分 可能下季扣他分 即譬如下季 你負十分開始 接著 下季 其實轉會槍 你是不可以買人 或者禁你兩個轉會槍 就是我覺得 這個反而是 呃 似些 會 發的多一點 多於 你說今季扣他 就像祖倫達斯一樣 今季扣他十五分 對於 對於 阿西奴球迷來說 我控制不了 我控制不了 沒有人控制到 沒有人控制到 對 沒有人控制到 對 對我來說 罰不罰他 我沒有所謂 即是今季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因為罰了他 而我 拿到英超冠軍 但如果他加了十五分 我輸給他 我都不覺得自己拿了 其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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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主要也有 我都說是 其實沒有關係 就算他扣不扣 跟他差事 我們說過 遊戲規則是 大家鬥拿自己的分 現在 就算計數也好 你拿分多於他 就拿分多於他 你是真的 在榜首 扣也好 你也是 我們說過 所以不會說扣他分 就是不公平 說拿得不分 神經病 你現在帶來了 他根本就追不到你 現在是說他有沒有機會追到你 而不是他一定追到你 你說後上奪冠 萬聯又是一定可以 不是這樣 不是的 萬聯球迷不是要想的 萬聯球迷不是要想的 但是 要說的就是 因為也有說 其實 我們在專業上也有說 回應球迷 其實我自己也說 其實起碼頭四隊 都還有機會拿冠軍 還有十八場 十八十七十六也好 其實還有 漫長的球櫃 是 其實 不會這麼快 釘死了 當然 我們樂觀也要看 也有球迷說 是不是我們過分樂觀 是否贏硬 是 不是贏了 大家看到 我之前也說過 有昨天也說 是看作客賽事 對 你作客不一定會贏 事實也是 反底 尤其是護級球隊的時候 我真的不需要贏你的 我全部都塞在門口 我只拿你一分 救命那一分 可能是那一分 他們全部都是救命 飯炸的時候 互級球隊是很瘋的 是可以很瘋的 大家要記得 李子晟成拿冠軍之前的一屆 是最後九場可以贏的 因為當你要 生命存亡之初的時候 你就是另一種東西 所以 這個球櫃還有很長的 我們只是樂觀地說 阿仙龍是很大機會拿 現在這一刻都有 但是 其他球隊都在踢 你不可以說只有萬成一隊 其實不是的 萬成自己哥道拿都不會說自己贏 沒有機會 不會是這樣的 沒有 始終萬成有些內憂 風波 其實我覺得對他接下來聯賽 都會有影響 你說沒有影響是假的 整隊球的士氣 剛才哥道拿 記者會都會問他 常常都會問他 對呀 所以你說對隊球 接下來的賽事 我覺得會有影響 甚至乎他們本身內部想定 下季簽什麼的人 都可能突然被叫停 喂 大家可能 接下來不要去動任何人 可能他們還後悔自己都選 一路出去 是的 是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可能在英超的賽會 或者球隊之間 管理層之間 他們已經一早收到 這件事會查 是的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譬如有些人覺得 高普上一場 記者會是問 為什麼車道士 這麼多錢買人 你覺得有什麼意見 不要問我 我律師不在 不是 他就說 I will not say anything without my law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知道的 我覺得很多領隊都會知道 因為哥迪羅娜 都有被人問過的時候 我想他們全部都被人知道 英超賽會在查 因為如果這麼大型的調查 調查了四年 查這麼多季 你一定知道 你不能秘密地查十年的 不是 他說了 他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曼城 而曼城就說他不合作 是不交資料給他們 所以現在正式起訴 所以一定是知道的 所以我想曼城今屆 會很難 特別是下半季 因為有些情況出現了 我覺得這個場外的事情 你以為是影響不到對比 其實是一定會影響到的 就算他今季扣不扣分 我覺得都叫做 波波阿斯陸 不過就算不說這件 是否夠分到 其實今季 他明顯是有回落的 是 不要說他分數 現在是叫第二追 但是你看比賽內容 其實他是有回落的 很明顯的 應該這樣說 今屆曼城的統治力 你反而覺得低了 就算季初夏人達來到的時候 其實跟劉加素對攻 那場球 你看到 萬城的統治力 是沒有對上那兩季那麼強大 之前大家都以為是世界盆連 但其實你看到 其實萬城是今屆可能 大家都開始適應了萬城的踢法 知道怎樣跟他踢底下 我覺得是有一點活樂 所以場外事件 場外表現 所以不會說 是否真的罰他扣了婚 有什麼光彩不光彩 那光不光彩 其實都是他自己拿來的 是 是他應該的 是 你沒有可能說 我犯了規 不扣婚 扣了婚我不光彩 那別人犯規扣婚 就是別人犯法不拘捕他嗎 就是你們這樣想嗎 人們會有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不對 所以 等吧 再等結果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會吹水 好 那 其實跟上週 即是阿仙奴仍然是50分 基本一樣 但是打多了一場 50分 萬城都是4分 同場都不變 前六隊 只有萬聯和百里頓贏球 二次就贏球 對不起 前六隊 萬聯、二次和百里頓三次贏球 是的 萬聯叫做進一步鞏固了第三位 不是 鞏固了他後上奪冠的夢 是的 因為其實他只差萬成三分 是的 他只差萬成三分 然後 劉卡素又和一場 繼續延續他主場不敗 其實他的對方就是 攻擊力很明顯不足 防守沒問題 他只輸了一場 輸了少於你 但是攻不入就攻不入 但是我們看看他可以怎樣再調整 熱刺 熱刺其實也很海鮮 我覺得 有些海鮮感覺 雖然你之前說他 主場上半場 和下半場 是的 但是我覺得 今場 因為我不知道 往績這麼厲害 為什麼會 主場對萬城必贏 是的 大哥 這麼強的往績繼續延續下去 白里頓三千分 繼續表現 所以他一直拱固第六 你剛才開麥克風前 你看了什麼 奔福特看了什麼 呃 七場 什麼 很多場已經不敗了 是的 其實奔福特都趙趙地上了第七 就算富行和球 但是打多一場 掉下來 其實富行打 跟熱刺一樣 是比其他球隊打多比賽 大家看到了 那車路士就靜靜地和多一分 壓住就很久 但是車路士也打多一場 車路士 但是都難輕難抵 其實今季也是這樣 但是剛才正如我所說過 不論車路士 我和車路士的球迷同事 或者我自己的理由 其實前七的距離很近 是 前七的距離很近 其實不會說追蹤 其實我自己看 我覺得我對車路士 是前七的樂觀比利物浦多一點 因為其實他齊了這麼多錢 對球的精神狀態 球員的精神狀態 比利物浦的精神狀態好 是 因為利物浦有些滑啞的 是虧了氣的 還有是 高普是最 比我印象之中的高普 是最懂 鼓勵球員 帶動球員的士氣 但是不知為什麼他都 因為你看到他說 他說我解釋不到 這件事其實某程度上 有些半放棄 本屁 不知為什麼他踢得這麼糟 不關我的事 我不懂解釋 你說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有些 發負氣 是的 其實看到由他這個答案 影響整隊利物浦裡面 是有問題的 即是他連一個領隊都不懂解釋 為什麼最波踢得這麼差 現在的時候 其實利物浦要多些時間去調整 我相信他當然身上有答案 但他又 免得當眾罵 他就說這件事 他肯定 你看剛才我截圖的樣子 就知道他抹半滋味 在心頭 他真的關上更衣室 可能已經是 廢格訊息吹風機 或者扔鞋 扔到爛了 肯定是肯定的 這件事 看看他如何再調整 這也是考驗他的功力的時候 說真的 任何領隊都一定會有這個低潮 是的 究竟他可否過得到呢 還是 大家很多人都會說 Tommy也會說 七年之樣 但我現在有球迷 都看到 其實之前衝得太高 衝得太狠 已經是用了所有的能量 因為你都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 都不要說領隊做得好不好 而你 不一定是拉球員 領隊也有責任 管理也有責任 整隊球隊也有責任 但你球員下場 誰會看到的 為何看著人不追 為何不跑呢 這個應該是 罵不罵他 還是怎樣呢 所以這一刻 我們都要看他如何調整 是 接著 要看下半版 其實 維拉那些我們都不用看 最重要是看 戶級隊 戶級大運戰 那 之前 下半版 我只要講 艾瑪利 劍指歐洲賽 其實他都很勤 是 是 剛才前所說 他是繼阿仙奴之後 拿分最多的球隊 是在上任之後 是 即是希望下年 維拉可以看 艾瑪利盃 是啊 下美利盃就看艾瑪利盃 好 然後 最主要想講 戶級 戶級 戶級已經說了 森林已經 完全脫離了鋼盤 這刻 其實正路來說 鋼盤 我忘記了 印象 是多少分 26分 40分 40分 40分是戶級的界線 40分是戶級的界線 森林現在有24分 其實 剛才我們也說 森林很多場沒有輸過 10月開始 主場沒有輸過 是的 10月開始 戶級球隊裡面 總之 最重要的因素 主場得到分 你就戶級了 主場得到分 至少你贏了一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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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而且他主場不敗 對戶級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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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六分球是有機會的 對 對 他不需要贏得多 他贏最後三隊就夠了 對 對 對 現在看 修咸頓 修咸頓 好 糟了 我們又要預言 有預言 沙咸頓很厲害 但是之前我們又說 愛華頓很厲害 我們一直都說森林很厲害 然後又說愛華頓 但是修咸頓是不知為何跌了下去 是 沙咸頓不知為何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數到修咸頓 但是現在你看看烈斯 烈斯 即是七場不勝之後 剛剛又說了 炒了應隊 炒了應隊 下場 連續兩場 即是連續兩場 要對曼聯 輸了 這場是第一件事 玫瑰打比戰 第二件事 今時今日的曼聯 至少今季的曼聯 是 不是烈斯聯可以打得到的 是嗎 那拭目以待 他剛剛踩完領隊 還沒請到 其實他用的可能都是助教 他踢的球也是一樣 是 那你想想 以烈斯聯 你不要講戰術 你的陣容 是 你都知道 是 實力的分野 當然 你的踢球是否只是被他的球員 不是 但是現在曼聯 是有球員 有領隊 還有就是有士氣 是 有士氣 而烈斯聯 是輸了幾場球 是 你只是打士氣都輸 是 是 如果這樣說 是 那怎麼辦 李斯聯 我覺得 所以為何說 有趨勢 比爾沙 他曾拒絕了 比爾沙是不會回來的 是不會讓他回來的 是 是 到現在都不知道 說真的 過了冬季最好賽 是 二月炒 當然你可以不認同領隊大的 近幾場 尤其是正面輸給森林 真的六分球輸下去 是 這一刻你還有什麼能力去找 你可以找到什麼人回來幫你 帶字都去了 去了奧爾頓 帶字都去了奧爾頓 剛才說 帶字去了奧爾頓 你的對手 是 就在下面了 是 而你的護級其中一個最大的對手 是贏了榜首 是 那 當然下一場你說對李立浦 那麼 不是對曼聯 烈斯聯 不是對曼聯 不是對曼聯 是的 兩場叫做打比 那 這一刻 我覺得李立浦和督也算是這樣 我也敢說 不要看死自己 是 而是奧爾頓不跟你攻 只是跟你長全打 是 打敗你奧爾頓 我覺得奧爾頓有機會贏的 對 因為有士氣 有士氣 好 馬上去 即是 即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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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中禮拜三 其實就是 曼聯主場 對烈斯聯奧 還沒有擺到 但是 我們就講禮拜六 禮拜六 即是 即是太多禮拜打比 就是韋斯岩對車友士 即是星期六的頭場 然後 之後星期六 即是星期三點五 即是英國時間 就是阿仙奧對奔鋒特 就是 Tommy在開咪前很害怕 奔鋒特很厲害 不是 奔鋒特 即是已經很多場沒有輸球 剛剛我們阿仙奧新敗 但其實主場出擊 我對阿仙奧都是有信心的 但我自己就講了 我不是潑冷水 我只是說 奔鋒特領隊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知道自己 什麼了子 一切什麼了子 他真是死手來 只是跟你打突擊 你都很頭痕 是 沒錯 看看阿仙奧 夠不夠 可以連輸兩場 足中杯和聯賽輸了 那可不可以反彈 然後水晶軍 白麗頓 又再看三千分 對三千分 然後富咸對森林 看看富咸是否可以爭入歐洲賽 擋不擋森林 不過森林作下就差一點 李斯特成就主場對二次 李斯特成剛剛上週是做什麼 反勝 反勝 四比二 士氣正勝 但二次也都一不零贏 反勝 亦都士氣正勝 但二次太好先了 我發現你比阿仙奧球迷更不喜歡二次 不是 我都說 我由節目一路講 其實我有電視直播他的比拳 其實有看到 一隊上半場和下半場 踢球不一樣的球隊 我都說了 我不相信他走得完 還有作客 李斯特成都是互俱球隊 而且城的主場 不是很差 好 接著就是三藍隊對狼球 狼球大勝利物浦 現在作客去到榜尾抽狼球 那會是什麼賽果 因為都是互給六分球 互給六分球 然後是搬尼馬虎 互給對著柳卡索 我覺得搬尼馬虎應該是沒有的 然後就是 周中打完列斯作客曼聯 然後就是列斯主場再對曼聯 星期日 然後就是 曼城先對維拉 然後星期一 Merseside Derby 就是利物浦 我們本市的赤打比 到時全市中心都封路頂 是的 利物浦主場對愛華頓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愛華頓贏嗎 其實我覺得愛華頓最少拿一分走 所以剛才我就說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很多次 講真的 利物浦怎麼差到 主場輸得 一場兩場 真的輸不到多少 況且在上一週 今週我有沒有看到 他主場的成績是排前六的 所以其實他輸的機會率 掌討在艾菲露 真的很難 但贏不贏得到呢 我也不敢改 其實為什麼我會和呢 就是因為我也是 利物浦主場 有艾菲露的加持 我才覺得他能和得到 你看 利物浦現在的狀態 到今週 都是輸了一場 六勝三和一副 都還在排前六 是的 是的 所以 但是始終你打比 又不同 是的 打比就打掉門牙 是的 其實打比就真的很講士氣 是的 究竟哪個鬥心球 即是你士氣 你多跑別人兩步 你就兩步 因為那些街坊 尤其是和我剪頭髮的化形師 都是河雷頓球迷 然後都說一說 我們一起看 看著河雷頓贏了比例 然後大劫 然後他說 下星期 嗯 說真的 看完一場球之後 首先贏阿星雷很有說服力 第二件事 阿星雷也輸得很有說服力 所以說真的 我覺得和 夠了 算了 即是你收貨了 收貨了 OK 接著就是 真的 爭冠大戰 接下來是禮拜三 就是七點半 英國時間 因為香港時間是半夜 就是阿星雷主場對曼城 我覺得這個 可以 如果阿星雷能夠 全取三分 我覺得 英超冠軍 就都是 拿著杯耳 拿著杯耳 但是這一場有什麼閃失 的話 整個英超的下半季 會非常緊張刺激 包括真是曼聯後尚奪冠不善夢 這個夢就可以再發得遠一點 但是很老實 我會先看阿星雷過不過到 星期六 我究竟過不過到的 就是我不是說他有沒有分 我會說他是一分還是三分 是 因為奔福特很明顯 一定守 究竟一分還是三分 因為帶著新敗 再拿不到主場 再打萬成 那個士氣 就像你所說 差的 是的 亦都看回阿迪達的功力 但是其實 我 剛才說阿星雷對曼 外環代表的一場球 我沒有說到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輸外環代表的一場球 其實 仔細一點來看 輸得合適 因為更加被阿迪達看到 其實對球發生了什麼問題 特別是進攻方面 之前尼基迪亞 那個爆發 掩蓋了馬天利尼 左手邊 沒有人幫助 那種的 絕境 因為之前你有人入球 沙卡和尼基迪亞 可以入球 你帶了兩勝一和 上週他拿到一而最佳領隊 但是你再看回 你真的要再給馬天利尼 他不是世界杯之後 狀態差 是因為之前一直都有 耶穌和他在左邊的配合 他們兩個可以打到配合 他們兩個都又入球 又做到助攻 但是現在你叫他一個人 就算以前皮里斯 那麼厲害 就是單對單個人 那麼厲害的一個邊峰 他都要有 艾瑞高爾 有亨利 在左邊互相配合 才能打到一個 那麼出色的 左邊的攻勢出來 現在你真的要靠他一個 你伸真攻 你又不落底跟他做跌馬 你逆徵人 下下給他一個球 自己倒下頭 含迴疾 走這樣殺上去 你過到一個 過不到第二個 那你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覺得你要看回阿迪達 現在對賓霍特 你怎樣提升分對球 我覺得贏球 拿三分 我信心我仍然是大的 之後帶下來怎樣 周中 阿西奧主場對曼城 嗯 明白 那多謝了 老套一點這句 什麼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啦 臨走說拜拜 都看回我們的樣子 好啦 好多謝大家 今天來到今集 講超過一個小 一個小時 如果看到這裏的話 就是我們的真粉絲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你原來看到尾的 是的 那我給你一個禮拜 哈哈 那再講一次 記得在我們的項目上 like我們 follow我們 因為《Yoyote求迷之道》 我們開始越來越多互動 是的 我們有時候 我們Youtube有時候會看 Facebook也會看 我們在這裏 剛才我們都回應了一些 觀眾的提問 你們對我們的支持 是的 那我們都很歡迎你們 罵也好 讚也好 什麼都說話就可以了 是的 是的 好啦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